嗨小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玩具欢乐秀 我是月月姐姐 那么今天呢 摆在月月姐姐面前的这个 大大的车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它呢有一个非常大的黄色的小钩子 我们可以看到 然后这边呢是车头 大大的车轮 然后是一个座位 那么我们一看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工具车 那这个钩子是用来干什么呢 是用来抓起一些非常重的一些东西 把它们吊起来 所以这个呢就叫做吊车 或者说是起重机 但是呢今天我们这个起重机 出现了一点问题 到底是什么问题呢 就可以月月姐姐一起来检查一下吧 现在呢我们这个大大的吊车 起重机已经拿出来了 哎 我们可以看这个呢 是可以抬上下 这个是可以伸缩的 好高科技啊 你看前面的这个小吊工呢 也是可以进行翻转的 这边还有一个 好神奇啊 那我们这里面呢 还有两个小的工具 那这个呢是扳手 这个呢是螺丝刀 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小部件 是可以用我们这两个工具 来进行修理的 那我们的现在这个小吊车呢 出现了一点问题 月月姐姐呢 需要把它给打开 看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了呢 来我们先用螺丝刀 把一些部分给打开 首先呢 我们先把上面的这一个 吊的部分给打开 拆卸下来 现在已经把一个小的螺丝 拿下来了 是不是轮子出现了什么问题了呢 把它卡住 一个轮子 来看一看 这个轮子很好啊 没有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看其他地方的 看我们现在少了一个轮子 我们的车子已经站不稳了 来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 下一个 这个轮子也已经被拿下来了 我们来看一看 现在的小车完全是倾斜的啦 刚才呢 我们一起卸掉了两个轮子 以及我们的掉东西的这个小杆子 但是都不是这些的问题 月月姐姐呢 终于在这里找到了问题啦 那这边呢 它们的螺丝已经松掉了 现在呢 需要我们把这些螺丝给重新的来紧一遍 来修理一下 嘿呀 嘿 好 现在呢 我们把这些所有的螺丝都重新的给修理了 紧了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刚才拆掉的这些轮子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工具一起把它安装上 先把轮子安上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然后拿出我们的小扳手的工具 然后再来紧一下 特别的牢固 特别的厉害 小工具 哎呀 这边呢 还有两个轮胎 我们再把它重新的紧一下 嗯 现在非常的完美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这个长长的一个掉臂 把它安装上 然后是我们的这个 小工具 用力 哇 今天我们可真厉害 在一起呢 把我们的这个小吊车给修好了 那接下来呢 小吊车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是什么任务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 哎 我们看 这边开过来了一个小小的压路机 可是小朋友们有没有发现 嗯 它好不稳啊 它的车子出现了问题 哎 那么跟下来呢 就让我们的小吊车过来拯救它吧 咚咚咚另一半 咚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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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咚 and 来一起 很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带到修理场去 把它修理好吧 开走喽